大家好 今天的消息 有在中華北瓜屬於臺灣民宿船 年輕行區的建築物 讓人聽到之後 現在新的地主是來善行 說要新興開發 飛來三年分析 不過如果他們去外界 這期說會來破海生態 後禮拜要開觀平三十歲 環保團隊今天就先去表達 他們的訴求 環保團體十七號 在中華館政府頭前 畫口號標達訴求 手藝又拿到中華火團 真有名的龍山 西施柚跟茉莉花 面對後禮拜 中華館環保局會招開 飛來三年分析 環平的新雜花 在在火團 臺灣民宿船 是不是舊船會變成工業區 感到很優心 影響當地茉莉花 故鄉 還有它是西施柚產地 我們彰化人絕對禁止縣長 土利財團 彰化不缺工業區 中間有空汙跟水汙的 有幾季路 強行會破壞心態 無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它在 它被開罰 因為它有水汙 違反第十八條的水汙汙染 然後水汙汙染 它已經在二零二零 四月一號已經有被開罰了 可是它是在環平書裡面的名單裡面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 當天審查會的時候都可以派代表來做陳述 那那個委員會參考他們的意見 甚至也可以要求這個開發單位針對他們的疑問來做一些說明 中華觀看不夠共調 尊重觀團的意見 也歡迎所有關心環境的團體跟民眾來歡迎新社會表達意見 最近來感到飛來散也不哭 記者 中華報道